第五位轉型 台灣最新 我是節目主持人 DGTICE副總 Eric 讓我們歡迎另外一位節目主持人 字句科技總經理歐媽 嗨 大家好 我是字句科技的歐逸琳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果實夥伴的董事長陳紅手Hero 大家好 Hero要跟大家先稍微介紹一下 您自己嗎 我早期都在美國公司 都在做像IBM Microsoft Oracle 後來大家也知道一個奇摩 所以奇摩剛從今夜分出來的時候 我就去做他的營運長 然後很快我把它賣給雅虎 然後因為這個詬病的關係 所以雅虎把我派到中國去 所以我就去管中國的雅虎 所以我在Internet這個產業 大概從2020年開始 那結束了這個雅虎的工作之後 我就回來台灣接了今夜 後來變成叫京城 那在10年前我就自己創業 創了果實夥伴這家公司 好 為什麼要請Hero 稍微完整的介紹一下 支服業的人大概都知道Hero 對 歐媽在很早年前也都知道Hero 這一個人物 但是從來沒有這麼近的接近過Hero 所以其實他是在整個支服產業領域 所以看的國際觀跟整個視野是非常高的 那我覺得其實Hero 談到他這10年自己創業 那我們其實也為什麼要安排 我們現在走到數位轉型的這個 企業外力的時候 會談到的一個客戶的角度上 會邀請Hero來分享 因為歐媽在製造業的時間很長 那製造業其實很多都還在談降本真效 都還在思考的是怎麼樣cost down 理論上其實製造業好像比較不會 直接面對到終端客人 因為透過的都是通路商跟代理商 可是其實這幾年有很大的轉變 第一個 客戶其實變新的很快 那如果他一直叫你降降 其實你要降還是不降 很為難 那是因為萬物相連的時代 其實大家製造也都在自己的產品上 加上了很多的感知 所以有一些的行為其實他已經在結構了 如果你做的產品呢 可以收集到一些數據 這些數據呢 可能又是別人認為有價值的 你的營運模式也在改變了 或者你賣的這個實體產品呢 需要的遠端服務呢 可以透過遠端就可以進行這樣子的維修 甚至可以做一些預防的診斷 或者你賣的產品呢 可以讓客人自行就可以維修 或者你的產品呢 可以提供客戶不斷遠遠的服務 其實這種形態上呢 在製造業已經在改變 所以他都有可能在思考一段的 新的營運模式的調整 聽起來像是製造業更服務化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為什麼在整個 社會轉型裡面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企業的外力很重要 值得我們線上的這些 這次再來賓們理解一下 我們都只有琢磨在自己的產品加上感知 做快一點做好一點 可是我們要來想想我們的終端客人 他需要什麼 那一樣的即使你是透過代理商貿易商 你要怎麼樣能夠讓你的老客戶跟你黏著 下的單越多 那同樣的你要不要開發新客人 理論上是要的 對 所以這樣子的關鍵在哪裡 在服務 那怎麼樣透過服務可以創造價值呢 這是我們今天很特別邀請Hero來跟我們分享的 那我想 Eric 有很多想要跟Hero請教的 對啊 首先我想要問 其實數位轉型 要轉型之前 當然先要釐清我自己企業本身的這種 存在的這種角色 然後跟我存在的這種價值到底在哪裡 想先請問Hero說對於這種 對於企業自己本身的認知 或者是角色定位 想請Hero先分享一下 對這方面的這種見解 好啊 謝謝Eric跟歐媽邀請我來 來分享 當然我自己沒有一天在製造業裡面 所以呢 我大部分在服務行業 過去三十幾年的工作經驗 不過我覺得有一些是經驗 可能可以借鑒一下 那 因為我們今天在談的是一個 整體的客群的一個動態經營 對 所以我想先引用彼得杜拉克講過的話 這是彼得杜拉克是這個管理思想大師 對管理學之父 因為有他才有管理學這個學門 對 那他雖然說他是屬於舊經濟時代的人 可是他講過的話 我發現在新經濟還是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那我記得最深刻的就是他說 因為企業的目的就是在創造顧客 任何企業呢 都只有兩個 而且就這麼兩個 企業功能 這兩個叫做行銷跟創新 那當然他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理解的行銷跟創新 那讓我來講講他定義的行銷跟創新 彼得杜拉克說的創新是 怎麼樣能夠站在客戶市場的立場來思考 思考他為什麼會接受這個產品 接受這個服務的一系列活動 這個叫做行銷 那創新他的意思是 並不是說你有大的資本 你有大的技術 讓我們有很大的發明 他指的是說 企業要創造附加價值 這個創造的過程 要動員企業各個部門 上上下下一起動員起來 所以會發生是在設計的創新 產品的創新 定價的創新 客服方式的創新 剛剛我媽在談的 或者是物流方式創新 等等等等 這些加種起來 讓原來不賺錢的活動 變成賺錢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 彼得杜拉克這個定義還蠻好的 所以剛才其實Hiro 談到了跟製造業 其實還是有很多關聯的 因為剛才提到了 怎麼樣讓客戶對你 對你有很更深的印象 可能是剛才解讀在行銷的部分 那這樣的創新上 其實如果要有一些獨特性 其實帶動的是各個部門 所以可能在他的研發協同上 他的客戶體驗上 都有很多的這樣子的創新 其實還是回歸到一段 是讓客戶對你的服務感覺是有價的 有價值的 對 所以企業就是有這麼多的活動 而且要聯合起來 上上下下一心 都在做創新的活動 那另外一個是顧客 顧客呢 企業要怎麼做行銷的工作 讓客戶能夠傾心於我們 對 愛慕於我們 所以尤其是在數位時代 對 這個數位大時代 消費者 客戶已經完全數位化 對 所以企業的數位轉型是不得不為 所以是不得不為 所以企業跟客戶消費者 不管是to b或to c 其實他們中間需要很多的科技 進來幫忙 包括自動化的 對 或者是服務的延伸 對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夥伴 能夠一起進來 能夠創造 所以製造業的數位轉型 不見得是只靠自己 是 當然 這個基底是自己的營運卓越 這個底子打好了 再來就是一個服務流程的延伸 那一切都基於數據化 對 都是數據驅動 這個時候呢 再來的這個產品的創新 商業模式的創新 就可以期待了 對 我是很認同Hiro剛才所分享的 因為其實以前的製造業 在面對接觸這樣的新市場的時候 其實只能做大概都是展覽 大費周章 然後設備搬到海外 然後花很多的錢 不過這是疫情給大家一個 叫不得不的省思 去不了 去不了 今年做的展覽都停了 零接觸 所以只能線上對不對 對 那客人還是要互動啊 所以 有些新產品還是要跟他做分享啊 對 那可能有一些市場結構的改變 到土西那一端的一些想法 也透過剛才提到的數位化 也反映回來了 所以其實給製造業的省思上 它已經在轉變了 它沒辦法再靠著過去的只是 工匠的精神 然後產品做得很好 然後去展覽裡面 讓人家認識自己 沒辦法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空背景下 其實環境因素 讓大家學會 必然要接受這樣子的轉變 所以在線上要認識自己的話 就變成一定要行銷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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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真的是變了 對 那我覺得定位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我們在談轉型 談數位轉型 對 所以 人就是這樣子 你認清楚自己的角色之後 你會有一個信念 會有一個思維是跟上來的 對 那就會產生你的行為 所以如果我知道今天我們的聽眾 收視 收視 越聽眾都是製造業 對 如果我們都是原物料 零配件 對 或者是我就是OEM的夥伴 也就是說我的角色叫做製造主 對 我叫做製造夥伴 那我為誰服務呢 我在為品牌組 對 為通路組 對 我來為他們服務 對 那當我的角色叫做製造主的時候 其實我的信念跟我的操作 我在思考的叫做Costar 我腦袋轉的都是品質意識 對 因為高品質 我成本就 所以 可是呢 慢慢的這個互聯網 這Internet起來 對 這個相通相連 都延伸擴張 對 其實都接觸到最終消費者 那在行銷界 我們叫它叫D to C Direct to Consumer 對 所以這裡有一個決定要做 對 這是定位 也就是說 今天 我因為D to C 我已經可以為終端消費者服務了 你要不要改變你的角色 你的角色變成品牌組 廣告組 行銷組 電商組 出版組 你就換了一個角色 當你是這種角色的時候 你腦袋在想的就是創造顧客 所以Hill剛剛講這個 我呼籲一下 其實製造業裡面蠻多人 是從本來是 這個no brand的業者 然後後來變成是 有brand的業者 所以譬如說像 這種健身器材的喬山 本來是做代工 後來去併了他的客戶的品牌商 或者說捷安特 本來也是做代工 後來變成是 這個也在 美麗達也在都 都在推自己的品牌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說其實 製造業裡面其實蠻多人 譬如說你如果要想辦法提高自己的價值 跟margin的話 那至少這個品牌可能是 其中一個轉型的出路 這樣子 Eric提得很好 像喬山 吉安特 都是他們好幾種角色在自己身上 他是製造組 他也有OEM 他是品牌組 吉安特的品牌 想當當 也是國際性的 他也有自己的通路 他也有自己的這個 跟最終消費者也發生關係 對 譬如說他有很多app 讓消費者可以跟他有些關聯 對 實話是 這都是不同的核心能力 都是不同的核心能力 當你是製造組的時候 你的核心能力 跟廣告組 行銷組 等等的品牌組 這核心能力都不同 當你要聚集在自己一生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不簡單的 不簡單 所以回來 這種轉型 只有一個人可以做 叫做經營者 經營者 自己要做一個決定 下一個決心 也就是他要擴增他的新的角色 對 以至於要操作新的事情 對 那需要新的能力 對 基本上人才力的取得是不容易的 對 你要每次你都是 那些都是稀缺的 所以 我覺得 經營者要做這個決定 就是我下達決心 我要轉型 我要付上代價 我才有機會享受成果 我覺得Hero分享的很有感 因為我了解的這個國師夥伴呢 其實在這樣的十年當中 也經歷過幾次的轉型 那Hero本身就是剛才提的那個決策者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一段 您的這個心路歷程 怎麼樣跟其實線上的這些製造業裡面的決策者 什麼因素下不轉會怎麼樣 為什麼得轉 如果我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去做這麼辛苦的事 人才這麼難找 還要去做這麼多的統整 為什麼 好喔 Hero等一下問一下 那個過去創業十年到底轉型了幾次 我們創業十年 一共轉型五次 五次 這很多耶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這個題目要講 還要再一集 所以可不可以 講一半 待會再下一集再講一半 可以可以可以 預留給大家 持續的關注我們的節目 可以可以歡迎 事實上轉型 我常常 報章雜誌 很多成功故事 讀一讀都覺得說 這個怎麼有這麼先見之明 怎麼都好像都一切在 先知先覺 怎麼這麼厲害 這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你看他前進路線 好像注定他就 動足機先先轉了對不對 在什麼事情要發生之前先轉了 對 那今天這個機會 我很誠懇的告訴大家 我過去十年的五次轉型 是一個經營者做的決定 其實是痛苦的 因為很清楚 我贏不了了 因為我覺得會死掉了 所以我就 所以不得不轉 不得不為 當然 我也希望我有一天 能夠進入一個 我是求卓越 不是求要勝出 了解 來進行轉型 對 可是真的不簡單 我真的覺得 我的轉型其實都是 Survive 所以如果你要問我說 企業的 企業這個最重要的是什麼事 我會回答你 Survive 對 Survive 好 因為剛才Hero有提到 他下一集會再完整的告訴我們 這個十年五次的轉型 但是他剛才提到這一段 我在製造業聽到客戶 我跟他說 因為我們企業要交給二代 要永續經營 他跟我說 歐媽其實也沒那麼偉大 我只是要續命 因為不轉 這也是死犯同樣的意思 你說二代怎麼說 一代 我們本來的說詞 也許叫比較美麗 因為一代要交給二代了 四代交替 要讓企業永續經營 所以我們要走 像這樣子的數位化 數位優化 因為我們要讓我們的企業 永續經營 30年可以再創造 下個30年 那個一代告訴我說 歐媽沒有這麼偉大 其實我現在面臨的就是 我不轉 我沒辦法續命 我兒子也不回來 他也找不到好人才幫他 我企業就沒了 其實這是一個同樣的概念 你體認到了沒有 你決策者 你體認到這個定位了沒有 對 我想這一集呢 我們到這邊做一個段落 好 讓下一個來賓 所以HERO的轉型的話 要等到下一集再分享了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記得收看下一集 好 謝謝 好 我們這一集就先到這裡結束喔 好 謝謝 謝謝大家